吃饭对面小伙伴们是脑袋大开 明星们也是如此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实在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 那就来到泡面吧 战神界的红人热银层吃面也是非常的难手 农村出生的他 即使现在出名了 人依然很接地气 对于每时也是不挑剔 小热银之前在微博上还是出了自己以前吃泡面的风法 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小热银用杯子泡泡面的方式 估计很多学生都做过 杯子都算好的了 还有直接灌开水泡袋子里的 虽然有同中的 毕竟是学生 脑中兴奋很多人都选择大中的 现在除了小热银之外 德银设造出了一位过去泡面的相声演员 他就是最近有超高人气的张银龙 张银龙 喜欢相声的应该比较熟悉 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相声说的也是有很多人喜欢的 最重要的是很会吃 张银龙吃泡面的方式 在网络上走红 很多网友尝试过都表示 不爱吃泡面的人都爱上了这种吃饭 张银龙煮泡面的方法也很简单 必须要那么贵的食材 那就是 把一个西红柿切成片 水开锅后不煮泡面 还是先把西红柿片向堆煮 等到煮溫了 就成了一锅西红柿汤了 这时候再放入一勺国民女神丰明的小干妈和蔬菜包 然后是调料包 最后是方便面面饼 在最后再放入两根泡面包包 这样煮出来的方便面 四段番茄的味道 十分的爽口 好血汤汁能力 少女吃的一点汤都不剩 网友们纷纷调调 难道说德云社都是任何虚忽呢